在中秋国庆双节合一 亚运热等多重需求的交织下 这个双节假期呢 国内旅游市场热度空前高涨 各地更是将假日经济的这个主场转移到了乡村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源头活水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 广东中山通过农文旅融合发展 推出极具特色的金色大地音乐会等活动 将今年国庆假日经济的主场转移到了农村 为乡村振兴引入了新的源头活水 像这样的形式还是比较少见的 就感觉让人非常的心情愉悦吧 然后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吧 在湖南绍阳各县景点推陈初心 假日经济超前火爆 龙回县虎行山新云街夜晚灯光璀璨 人流如枝 当地新推出摊头年画老鼠取亲实情演绎 花摇姑娘迎宾抛秀球等各种非议文化活动 让广大游客保赏瑰丽的非议文化 受早安龙回歌曲的扩散影响 新云街每天游客超过三万人次 让当地上千民宿出现一房难求的火爆 在河北尊化山里各庄景区人潮涌动 音乐声美食吆喝声不绝鱼耳 上千亩稻田画品美食体验各种亲子活动 游客在这里沉浸式体验稻田文化艺术 享受节日快乐 又完善了岛田景观这个提升 乡愁多方街等景观景点的提升 新建了景观池 接待中心和创客中心 把山里庄村打造成 鸡池 柱 游 沿穴为一体的验照乡村真心样板 我们国庆期间共接待游客 五十万人一次 山东七霞市以全域旅游 带动假日经济产生叠变效应 以牟市庄园景区为核心的 假日经济消费突破一千万元 今年以来 七霞市以牟市庄园游客服务中心为核心 全力打造景区吃 住 行 游 购 鱼服务品质 让游客不仅看到美景 玩得开心 住得舒心 还可以品味焦东美味 国家强盛离不开工业科技的振兴 民族强大离不开文化文明的滋润 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 科技文化游成为了很多市民的新选择 我们来看短片 国庆假期四川宜宾策划了 以印象礼装国风演绎 长宁双河古镇国风游特色活动等为主的 国风之旅系列活动 蜀南竹海 新闻石海 礼庄古镇等全市景区景点游人如知 其中 两海景区游客量超过23万人次 较2022年同比增长502.55% 国庆期间作为科技城的四川绵羊 特地举办了2023中国科技城航空航天国防科技展 超300件高科技展品及大型装备集中亮相绵羊浮城区5G科技园 为市民朋友带来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刚才看了一下我们那个VR眼镜上面的内容 是一个火箭发射的全过程模拟过程 然后让我自身对这个火箭以及航天航空 还有国防军事这方面有了更浓的兴趣 在江苏南京银杏湖乐园 除了日常的休闲娱乐场景 还推出为期七天的金秋音乐节 为游客打造了一个藏于生态美景之中的视听盛会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正值桂花盛开 中国桂花城湖北咸宁旅游市场持续火热 遍布市区的桂花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打卡拍照 在霓虹闪耀的干河畔 贵子古风奇妙夜活动农情上演 咸安区桂花镇大乌雷举行的中秋季月活动 让古老民俗历久迷心 香包节会搭台文化旅游唱戏 庆阳是中华民族早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有着丰富的文化人文底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 香包是庆阳市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 在双节前 庆阳市通过举办第十八届 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引爆中秋国庆 长假文旅市场新热潮 好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 我和一带一路的故事 全球征集令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源自中国属于世界 那么十年来 一带一路共建成果丰硕 有许多的故事令人难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华语环球节目中心 联合海外总站发起了 我和一带一路的故事 全球征集活动 并于中国舆论厂 同名微信公众号上推出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期待着你的精彩故事 是的 一带一路 有你 有我 2014年的11月18号 中欧班列一新欧 从义乌西站始发 目的地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那么这条全长 1.3万公里的 中欧班列铁路线 打开了义乌和欧洲经贸 往来的新通道 下面我们跟随西班牙姑娘 光杰的脚步 来到一新欧的马德里办事处 来体验一天战务员的工作 大家好 我是光杰 现在我是在马德里的 阿弗尼尔车站 今天一新欧 中欧班列 由五个集装箱到达马德里 我要挑战成为一名 专业传务员 您好 您好 请问您是二挂先生吗 是的 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柜子卸出来 一共是有909件货 我们首先呢 这么多 下面就是海关监管 好 今天这个单子呢 有首饰 有机器配件 有服装 还有电子产品 你好 好 你这些包子吗 由于4104175 一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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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的 我说 看 這裡有五 八 十 有一般 一般來說呢 我們中包就是12條 然後這樣子的話 一般有20包 一個有240條 一箱有240條 哇 太厲害了 朋友們現在到達了 最激動人的部分 我們要做一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 在西班牙銷售的最多的 在西班牙銷售的最多的 在西班牙銷售的 你看看款式 看起來很好 其實兩千錢 我也買了一個 阿冠老師 你覺得我今天表現得怎麼樣 可以進入你們的團隊嗎 可以可以 表現得已經非常好了 今天我們由一帶一路 由中歐班列 這種商貿合作 對我們西班牙 和中國之間的交遊 非常非常重要 他們也可以帶動 共多領域的交流 由子看故鄉 共會同心圓 本週 愛在中國板塊呢 帶您一同來見識 天下來賓 來者上賓 廣西來賓的獨特風光 廣西來賓地處廣西中部素有貴中之稱 來賓歷史遠遠流長 底蘊濃厚 是中國盤古文化發祥地 同時來賓物產豐富 是全國重點糧食和糖尿廁生產基地 相有貴中糧倉 中國唐都美育 此外來賓還是廣西工業發展 兩區兩代重要節點 全國重點孟系鐵合金生產基地之一 如今的來賓正全力打造 珠江西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重要支點 廣西內陸承接東部產業轉移新高地 天下來賓來者上賓 年輕的來賓生機勃勃活力四射 他將擁有更多現代風貌 創造更多不俗成績 那近日呢愛在中國 在北京的4號線以及大興線 14號線16號線的地鐵站點 和車廂電視屏上來投放 每周推薦兩個視頻 每天至少投放18次每次兩分鐘 本周播放的是廣西無洲的美麗景色 歡迎您的關注 那另外呢我們早安中國板塊 每天早上在學習強國平台首頁來推送 受到了廣大學習愛好者的普遍歡迎 那每天的這個閱讀觀看量 都多達幾十萬人次 而且呢已經有多個視頻的閱讀觀看量 是超過了200萬人次 在這裡也歡迎您的關注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領略一下 上周早安中國的精彩畫面 請訂閱 並且請訂閱 接着訂閱 我讚好 我們這次見 關注 一部分 櫃圈 我們 到 Before 0 陈缆中国大美 每天早晨的七点 早安中国 在中国舆论场和CCTV4的新媒体端 还有学习强国与您准时相约 好 下面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一榜之余 请反款 好 先来关注一下 今天的榜单第一条 巴以爆发大规模冲突 俄国冲突尚未结束 中东地区硝烟在即 7号清晨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 发起近年来最大规模火箭弹袭击 以色列随即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并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 发动空袭 目前冲突还在持续 下面马上来连线 总台前方记者赵冰 赵冰 你好 前方情况是什么样的 来为我们做一个介绍 好的 主持人 那么截至到目前为止 这场规模庞大的巴以冲突 仍然是在进行当中 首先来说一下 火箭弹袭击的情况 从当地时间7号上午清晨开始 以色列是经历了 首轮大规模的火箭弹的袭击 几乎是在全国范围内 拉响了防空警报 包括我们现在身处的耶路撒冷 也是持续多轮地拉响了防空警报 可以听到城市上空频繁传出的爆炸声 那么以色列经济重镇特拉维夫 也是遭到多枚火箭弹的袭击 造成多人受伤 截至到目前为止 火箭弹的袭击的频率和数量都有所下降 但是对于以色列南部边境 靠近加沙地带的这些城镇来说 截至到目前仍然是陆续遭到 这个火箭弹的袭扰 那么在与此同时 以色列国防军也是对加沙 持续地发动这个大规模的空袭 造成当地大量的基础设施 还有这个房屋的损毁 以及电力和通讯的中断 那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的消息 截至到目前 以色列的空袭已经造成 加沙当地300多人身亡 2000多人受伤 与此同时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 这个所有的医疗和救援机构 也是进入到了最高级别的 这个紧急状态 不过由于以色列的长期封锁 加沙内部的这个药品和医疗用品 都是处于严重短缺的 这么一个状态 也是极大的限制了 当地救援行动的开展 在这场冲突发生之后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就召开了紧急会议来进行应对 他强调说 这场冲突爆发的原因 在于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人的 不公正的对待 根据我们昨天 对哈马斯组织发言人的采访 了解到哈马斯这次军事行动的 目的就是为了展示其捍卫 包括耶路撒冷 包括阿基萨清真寺 在内的巴勒斯坦土地的 这么一个决心和力量 同时也是要求以色列 来释放被其关押的 大量的巴勒斯坦人 在过去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其实以色列是一直处在 这个节日假期的 在这期间 有近千名的以色列犹太人 在以色列军警的护送之下 是前往阿基萨清真寺大院进行参观 这也引起了巴勒斯坦政府 和各政治派别的一个强烈谴责和不满 与此同时 以军在巴勒斯坦约旦和西岸地区 也是持续展开军事行动 打死和逮捕了数十名 涉嫌参与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当地民众 也是跟他们发生了暴力的冲突 那么从昨天开始到现在的这场冲突 可以说是近20年以来 以色列同加沙地带武装组织 爆发的最大规模的冲突之一 如果从伤亡人数上来讲 其规模已经是远远超过了2014年 以色列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发生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与此同时 这也是近年来 哈马斯首次对以色列发动这种大规模的突袭 并且我们知道这次 哈马斯是派遣了数百名的武装人员 潜入以色列边境的这些社区 直接发动武装袭击 并且扣押了部分以色列的士兵和平民 作为人质 那这在过去的冲突中都是较为罕见的 在我们昨天采访中 巴勒斯坦当地的分析人士就认为 这场冲突可能还会继续持续一段时间 他也是呼吁国际社会能够向巴勒斯坦提供援助 减少巴勒斯坦平民在这场冲突中遭受到的伤害 主持人 目前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 非常感谢赵兵前方的报道 谢谢 那么今天的我们第一个话题 先对话李少先老师 我们也注意到目前以色列方面说 以军将会动用一切力量来摧毁哈马斯 另外在刚才的连线中 我们也注意到赵文也提到 巴总统表示说 目前这个冲突的原因 是因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 不公正的对待 我相信大家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目前这个冲突 有没有可能会演化为全面战争 这会对中东地区局势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有关联的 会不会演化为全面战争呢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全面战争 究竟意味着什么 什么叫全面战争 如果说全面战争就是说 它会演变成所谓的第六次中东战争 会演变成中东的大战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 这种可能性很小 尽管现在坚决支持哈马斯的 而且明确表态支持哈马斯的是伊朗 但是即使伊朗 它要为巴勒斯坦 甚至说为哈马斯来和以色列开战 这个可能性也不大 也就是说除了伊朗之外 更没有国家 所以去为了现在这样一个形式 去和以色列开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如果这是全面战争的话 我认为全面战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目前这个冲突 当然是在加勒地带和以色列之间 它有蔓延 有进一步生机的可能 进一步生机 其实我们今天下午已经看到了 黎巴嫩珍珠党 已经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炮弹 也就是攻击以色列的北部 那么以色列也进行了反击 从这个意义上讲 实际上黎巴嫩珍珠党 已经用行动来撤影哈马斯 如果双方的互动 如果进一步加强的话 黎巴嫩珍珠党就卷入进来了 这是一个有扩大的苗头 另外一个就是约旦河西安 哈马斯当然是希望扩大到约旦河西安 就是哈马斯声称 这是全面的巴勒斯坦全面的起义 全面的行动 那么扩大到约旦河西安 而且现在约旦河西安 扩大的可能性是有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长期以来 约旦河西安的民众 对这个和平竞争长期停止不前 特别今年以来 他们面临这个局面越来越不满 而且约旦河西安出现了众多的 不受控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 这些武装组织 这些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那么把这个从头蔓延到 有点像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果说扩大到这个程度 当然还不能说全面战争 但是毕竟是扩大了 以色列是很担心的 因为它毕竟得夺线作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既然扩大不成整个地区的大战 那么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就是有限的 当然未来对中东地区影响有多大 还取决于这一次冲突怎么样的升级 因为毕竟现在还是刚刚开始 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说总体来讲 对中东总体局势的影响 还是总体有限的 就是人们所讲的 它总体还是一个插户里的风暴 它的影响可能主要还是 局限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 但是有些影响已经存在了 比如说尼义中的 或者正在推进的 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和解 关系正常化 其实已经受到了消极的影响 这样一点 所以总体来讲 这一次冲突现在看来还是在初期 下一步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升级为全面战的可能性 还是很下 刚才李老师是讲到了扩大的风险 很多的网友其实还有一个相关的词 就是外溢 有网友有一些这样的集中 问到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 现在它已经开始炮击了以军的阵地 那么拜登又承诺的确保向以色列 提供一切适当的支持手段 所以很多网友就问 巴以冲突会否引发外溢的风险 杜老师 7号发动了袭击行动 到了8号 两个地方出现了大的变化 首先美国表示一切手段支持 包括五次经费 要全力支持以色列的各种打击行动 另外黎巴嫩的炮击行动也开始 时隔24小时 如果在以色列南北两个方向 都出现了炮击行动 一南一北 这个夹击实际上进行两条战线 让以色列国防军陷入两线作战的一个态势 但目前看黎巴嫩的作战行动 这个炮击很零星 排击炮弹 然后是火箭弹 无论是打击的射程 毁伤威力 包括发射密度 跟哈马斯那个动不动几千发相比 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它目标是骚扰 而且没有地面作战部队进入 这样以色列用炮击行动 就可以回应来自北方的各种打击行动 美国方面要不惜一切代价 最近有人声称要给80个亿 如果80亿美元到达了以色列 很显然它的攻击能力 持续能力将很明显推高 总感觉外溢的风险并不太大 首先力量太全数 如果把以色列国防军各种来源于美国 或者是自研制的武器装备 跟哈马斯和珍珠党相互比较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所以有的是石器时代和火器时代的差别 有的是草鞋和布鞋的差距 如果进行全方位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我想在整个正面对抗中 无论是珍珠党包括哈马斯 最终有可能损失相对较大 第二目前参与感有限 现在支持双方炮击行动 无非就是伊朗 包括现在的阿富汗 所以从整个阿拉伯世界去看好像没有这种两极分化 所以组织起大规模的对抗行动 把三方演绎变成中东战争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 就是影响原污 目前乌克兰由于美国内讧 两党争夺 原污问题基本中断 但现在根据国外媒体的报道 说45亿准备给乌克兰的费用 要给现在的以色列 如果把原污这个份额向以色列原生 那么在美国的盟友中 这个高低备份就有清晰的排列 如果通过降低援助乌克兰的经费 水平和武器装备弹药去支持以色列 这样在中东和欧洲之间 这个平和关系将会出现颠倒 下一步对俄乌冲突的影响 对俄乌冲突反攻行动影响 这点特别值得关注 好 那么刚才我们分别聊到了 这个全面战争的可能性 以及这个外衣的风险是什么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网友还会关注哪些话题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具有代表性 那些典型的问题 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网友红杉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巴以冲突骤然升级 另外呢 为何中方强调 平息巴以冲突的根本出路 在于落实两国方案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这个问题我们请小辉老师来回答 好 刚才李老师在分析 这一次冲突会不会进入到 全面战争这个阶段的时候 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因素 那就是伊朗 伊朗会不会动用武力 来参与到相关的行动当中 那在几个小时之前 我注意到哈马斯已经证实 在发动突袭的时候 是得到了伊朗方面的支持 而美国方面的表态 是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伊朗已经直接参与到 突袭行动当中 但是呢 强调的是 伊朗确实给哈马斯 提供了资助以及武器装备 从这一系列的信息当中 我们会看到这一次形势突变 冲突的这种升级 甚至有可能发生 失控的这种风险 那么一个关键的因素 恐怕还有美国 从美国对于中东形势的影响当中 大家会注意到 在近些年 美国的中东战略一直在调整 美国在进行 三大战略重心调整的过程当中 对中东地区似乎呢 注意力投入是有所收缩的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注意到 恰恰是美国的中东战略的调整 美国的中东战略的布局 造成了当前的恶果 其实呢 说到伊朗 在此前呢 我们关注到冲突升级的时候 有分析认为 哈马斯之所以发动这一次的行动 是为了对美国的中东战略布局 来进行阻拦 阻拦呢 是美国推动 以色列和沙特之间 实现关系正常化 认为呢 这会直接对伊朗 造成一种更强的合围 但是此前 我们也在9月份注意到 似乎呢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 在出现一些缓和的迹象 包括9月份 两国之间实现了幻球 美国也解冻了伊朗部分海外资产 但是呢 从这样的表面的缓和的背后 我们会看到 美国其实它的核心 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首先在伊核协议 美方不重返的前提之下 还是要尽快地 把伊朗的核能力 关进笼子里 也就是说呢 通过这种缓和的态势 防止伊朗在核能力 尤其是由浓缩的行动的方面 进一步地突破 现在已经有了 60%风度的浓缩油 那下一阶段 就可以生产出 57级的浓缩油 所以美国在试图 拖拽伊朗的步伐 而另外也可以看出的是 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来尽量地减少 对中东地区的这种投入 希望形势在美国认知的 这种相对可供的范围之内 减少美国的成本 所以说到巴勒斯坦问题 一方面的巴勒斯坦 感觉到美国当前的布局 尤其是对伊朗的 这种围堵的行动 其实也影响到了巴勒斯坦 影响到了阿拉伯世界 同时也认为 当前美国在战略收缩的背景之下 对于巴以问题 明显投入不足 甚至更多地偏袒以色列 在所谓的扮演这种 和氏佬的这样的一种角色之下 更多地要实现 美国优先的目标 所以这也是这一次 冲突升级背后的 一个关键的因素 而说到中方的立场 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中国一直秉持的是公平正义 中国也一直在劝和促谈 中东的问题 可以说是根深蒂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说到巴以之间的矛盾冲突 我们一直也在观察过程当中 要解开矛盾确实不容易 但是从中国的视角来说 在中东地区 这种复杂的矛盾的背景之下 还是要寻找出路 通过劝和促谈来营造氛围 比如说我们此前关注到 沙特和伊朗之间 实现关系的正常化 中国在劝和促谈的过程当中 秉持公平正义 推动庄方实现了历史性的和解 成为了中东和解潮当中的一个典范 又进一步地推动了和解潮 相比之下美国方面对于两国方案 有的时候是说一套 做一套 而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更是直接抛弃了两国方案 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不但不利于巴以矛盾的解决 反而会更多地造成矛盾的累积 造成中东局势的更多的变数 劝和促谈依然是平行目前 巴以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之一 那么除了巴以冲突之外 我们还关注到另外一则消息 阿富汗临时政府方面8号发布最新的统计显示 7号发生在阿西北部的地震 目前已造成超过2000人死亡 另有近万人受伤 于千所房屋被毁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 阿西北部7号下午 先后发生两次6.2级地震 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 7号中国外交部说 经过多方可食 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 好 下面我们继续来梳理榜单 我们来看一下榜单的第五条 俄称摧毁多种乌军装备 乌称打击俄阵地 楼冲突持续 哪些动向值得我们来关注 我们下面通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 在库皮扬斯克 红利曼 顿尼茨克 扎波罗热 赫尔松筒方向 击退乌克兰武装部队 共12次进攻 和防空部队击落一架 乌空军苏-25攻击机 拦截7枚海马斯火箭弹 和4枚美制反辐射导弹 摧毁并拦截38架乌克兰无人机 同一天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发布消息称 过去24小时内 前线地区发生34次战斗 乌军继续向梅利托波尔 和巴赫木特方向发起进攻 乌空军对俄军人员和装备集中区 和防空导弹系统实施了十多次打击 据俄媒7号报道 莫斯科郊区的伊斯特拉市市长 维图舍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一架飞往莫斯科方向的无人机 当天在伊斯特拉上空 被防空系统击落 该无人机携带了相当于 10公斤天体炸药的爆炸物 目前爆炸物已被拆除 而就在不久前 俄罗斯部分城市进行了 紧急公共警报系统测试 俄紧急情况部表示 测试的目的是对警报系统 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准备情况 进行评估 并提高公众意识 就在俄乌冲突胶着之际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 首批量产第5代 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 将于近期加入战斗直勤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同一天视察了俄军工企业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机械制造厂 并指出 为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 配备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系统 是保障国家国防能力的重点事项 除了萨尔玛特 普京近日还宣布 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 已经顺利进行了最后的测试 俄方表示 海燕的射程 能够覆盖全球 据路透社报道 海燕是一种地面发射 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 不仅能够携带核弹头 而且是核动力的 俄新社六号称 所有现有和未来的 反导和防空系统 都无法拦截这种低空飞行的 隐形巡航导弹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中国舆论场 热点话题颇多 那么此刻呢 来到我们现场的是 我们的崔老师 欢迎崔老师 好 那么有关俄欧冲突呢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网友会关注哪些话题 来请一评推送一个问题 对 那有关于这个 俄罗斯本土频繁造型呢 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我们来推送一条 网友李大哥的这个问题 乌克兰无人机 频繁袭击了俄罗斯的本土 俄罗斯近日呢 又是进行紧急 公共警报系统的测试 又是试射海燕 核动力巡航导弹 对外释放了一个 什么样的信号 另外呢 白宫最近称 受气候因素的影响 乌克兰还剩大约 6到8周的反攻的时间 那么美国研判 乌方反攻实现 又有什么样的意味呢 所以为什么研判 这个反攻的实现呢 来请杜老师回答 的确这个试射的背景 很值得玩味 首先是美国 这个所谓的援助 正在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到底有没有钱 给多少钱 现在都比较难说 而且目前呢 在这个无人机 包括导弹攻击方面 乌克兰好像在黑眼方面 正有明显优势 这个状态下 如果俄罗斯来进行 海燕核动力核导弹的实验 两个意图 第一是警告美国 按照普京总组的说法 这枚导弹全球飞行 而且躲避美国 所有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 可以在美国防御 最薄弱的地方 对美国本土发动打击 而且是人类历史上 到现在从来没有出现的 武器装备 按照美国之前 冥王星核动力导弹的 布局方式 它可以带很多小核弹头 冥王星代十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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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在暂 doesntag 认阅 tem Bitch 再次赐下去 就应该把 radical安全调自 反攻窗口越短 反攻效果越差 有可能真的会无国而终 好 所以说天气等等因素的变数 都会对 force产生一些影响 来季平 再来看一下 另外 当然这个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动向 也一直是网友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 是直接想向崔老师来请教的 我们来看一下王晨的这个问题 近日俄罗斯决定 在距离乌克兰控制区更远的 阿布哈兹地区奥恰姆齐拉湾 为黑海舰队建设新的基地 俄罗斯为什么以退为进 给黑海舰队找新家 那新家真的安全吗 有请崔老师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上 应该说在黑海方向的 这个局势变化始终是引人关注的 我觉得最近应该说 俄罗斯的这种以退为进 想要为黑海舰队 重新找一个基地的这样一个做法 主要是两点考虑 一个就是我们知道 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方面 重点对包括黑海舰队 它的基地进行打击 作为一个重点 而且对黑海舰队 应该说也造成了一些损失 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觉得俄方是有这个 要保存有生力量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 在黑海方向 现在实际上俄乌之间 构不成一个对等的 海上攻防的这样一个态势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黑海舰队 现在仍然如果放在 塞瓦斯托波尔的话 应该说它的战略价值并不大 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 如果乌方持续用这种远程的武器 对黑海舰队的所在地 包括对克里尼亚进行打击的话 似乎对黑海舰队来说 有一些有利使不上的感觉 同时我们要看现在俄方 他把黑海舰队转移的 这个方向和地点 我觉得这几天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现在第一步是 他把黑海舰队的一些军舰 转移到俄罗斯本土的一些港口 包括新罗西斯克等等 但实际上新罗西斯克 我们知道它作为一个黑海的 俄罗斯的港口城市 实际上也并不安全 此前它和其他的一些 俄罗斯的飞海港口城市 也曾经受到过 无防无人机的洗脑 那接下来现在说的 阿布哈兹地区的 这样一个可能要修卷研究基地 我觉得这个里面 大家要了解 阿布哈兹地区 它这个奥巴恰湾 它的地点在什么地方 实际上在地理上 它是在格鲁基亚境内 我们知道它是2008年的时候 当时格鲁基亚战争 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 它现在实际上是处于一个 半独立状态 而且和俄罗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次俄罗斯把黑海舰队 如果今后要转移到 阿布哈兹地区的话 实际上是 我觉得在战略上非常巧妙 因为这样一来的话 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说 对于其他的北约国家来说 它就很难对 阿布哈兹地区进行打击 因为这样一来的话 就可能会把格鲁基亚 直接牵扯进来 而且我们知道格鲁基亚 近一段时间以来 也是比较亲北约的 再一个 在阿布哈兹地区 实际上可以让黑海舰队 作为一个今后 对欧洲方向前出的一个基地 因为我们知道 它是在俄罗斯的 和俄罗斯的南部接浪 那接下来的 无论是俄罗斯本土的供应 包括它未来 对包括格鲁基亚 以及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 可能会形成的战略威胁 我觉得这个态势会出现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我想一方面 我们看到的是以退为进 但是更应该看到是 未来 俄方实际上也在着远于 俄乌冲突 持续甚至扩大的这样一个背景 做进一步的战略出去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目前的这个北约火药桶 可以说是这个见底 美元无资金告急 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撑 也亮起了红灯 在这种情形之下 泽连斯基依然坚持说 要竭尽全力地赢得 对俄罗斯的战争 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短片 随着美国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被投票罢免 众议院实际上陷入瘫痪状态 美国总统拜登原本指望 快速通过对乌支持法案的算盘 也落空了 据美媒报道 拜登政府官员私下承认 距离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可能中断只有几周时间了 这将给乌克兰在战场上的军队 带来严重问题 与此同时 英国等北约国家 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也亮起了红灯 近日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 罗布鲍尔表示 火药桶已经见底 一位英国军方资深人士 日间也表示 英国已经没有武器 可以运往乌克兰了 除了武器库见底外 近日美国对乌援助资金 也进入疲软期 在美国国会批准的 短期拨款法案中 拜登政府要求 对乌克兰的追加资金支持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临时应急 但我们知道这个资金量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这样下去的话 如果共和党一直不配合拜登政府的话 那今后在美国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问题上 它的效率会大了降低 包括此前把拜登提出的 一系列的长期的所谓的援助计划 现在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实际上希望它的西方盟友 尤其是欧洲国家 在美国政治陷入一个困难的时候 能够对它有所帮衬 最近拜登分别给一些 在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比较靠前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通话 包括英国 德国 是希望他们这个时候能够跟进 但我们知道实际上 从去年欧洲的爆发至今 在美国提供的给乌克兰的将近 800多亿美元的援助总额中 实际上超过400多亿美元是军事援助 而现在在榜单上面靠前的 包括德国和英国 这两个国家到现在都一直加起来 给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 还不到美国提供的一半 所以短期内 如果美国的这个所谓领头羊 西方国家领头羊 它不能持续地给乌克兰提供 长期地稳定的军事援助的话 那接下来欧洲国家 是很难填补这个空白的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我想接下来 在相当一段时期 美国和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不仅是在意愿上 包括能力上都会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 俄乌战场之外也是暗流涌动 来再来看一下网友的问题 对 接下来这个问题 是想向小辉来请教的 我们来看一下纳百川的这个问题 欧洲加大研制新武器 欲部署俄乌前线 英国两艘航母罕见的出海部署 俄乌冲突战场之外 暗流汹涌 局势还将如何来发展 首先网友关注到这个细节 非常耐人寻味 不管是欧洲 还是我们所说的北约 其实在对乌克兰进行军援的时候 此前大家观察到 套路首先是提供一些消耗性的弹药 其次是提供自己的一些老旧装备 尤其是东欧的一些国家 在提供老旧装备之后 是用美国的一些先进的装备 来进行库存的补充 那么刚才小编 以及我们专家的分析当中 已经提到 现在在库存见底的这种情况之下 如何寻找一个解决方案 如果这个解决方案 是北约或者是欧洲 加大研发新武器来解决问题 这恐怕是希望非常渺茫的 是原水解不了尽渴的 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 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说 在原污装备 不断升级加码的过程当中 还是采取这种小步慢走 不断试探的这种方式 所以真正研究出的这种新武器 是不是立刻能够投送到 俄乌的这种冲突的前沿 从这种意愿上和从能力上来说 都是要打问号的 那么同时网友也关注到 英国两艘航母 罕见出海部署 是前往了挪威的海域 这样的一个动作本身 表面上看起来 似乎英国方面是气势汹汹 但是实际上反映出的 现在英国的核心 是执迷于借俄乌冲突 借这个地缘冲突的背景 来极力地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当然能不能提升 同样要答一个问号 我们此前关注英国的航母 英国媒体自身的分析 是因为英国空军长期投入不足 航母的舰载机 已经缺失了三分之二 这个时候航母某种程度 已经成为了摆设 而这一次英国两艘航母出动 同样是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 表面上是要向俄罗斯示强 但是是不是真正秀出了肌肉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对于英国的这种意图 用心以及英国自身能力之间的 这种温差 很多的英国的媒体 也采取了一种嘲讽的态度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英国的这种动作 以及延伸出来美国北约等一系列 西方国家现在对俄罗斯的施压 最终造成的结果是北约扩张 确实会加剧地沿冲突风险的蔓延 我们所说的冲突外溢的效应 尤其是这一次 英国为什么要前往挪威的海域 进行航母的部署 很明显的是 对于现在北约的扩张来说 英国希望更多的国家 尤其是北欧的国家 认为加入北约之后 是获得了更多的安全 希望展示英国在安全军事方面的影响力 希望展现的是 所谓的北约的强势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必然要刺激局势的升温 在不断地进行这种 对俄罗斯的抵禁施压的过程当中 那么冲突的风险随之叠加 好 谢谢 我们下面继续来梳理榜单 来看一下榜单的第六条 俄首批量产萨尔玛特导弹 将会加入战斗执勤 就在俄欧冲突焦灼之际 俄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说 俄首批量产第五代 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 将近期加入战斗执勤 而最近国际组织说 北约五国的飞行员 已经开始接受核武培训 来看一个短片 核较量升级 据俄媒6号报道 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代表 在日内瓦表示 五个北约国家的飞行员 正在接受使用核武器的培训 而这些核武器则由美国秘密部署 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 该组织的工作人员直接指出 德国 荷兰 比利时 意大利 和土耳其的飞行员 正在接受这一培训 而在今年6月 该组织就曾表示过 美国在欧洲的空军基地 部署了约150枚核武器 却没有任何官方声明 另据路透社6号的报道 俄罗斯驻全面禁止 核试验条约组织特使表示 俄方将撤销对该条约的批准 这一举动立即遭到美方谴责 称其危及禁止核试验的 全球规范 分析称 该声明暗示 美国认为俄罗斯打算撤销 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 是为了给美国和其他国家施压 以阻止他们向乌克兰提供军火 和其他援助 与此同时 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称 他没有看到必须降低 俄罗斯核门槛的必要性 他再次重申 俄使用核武器前提并强调 针对俄罗斯领土 可能遭受的核打击 俄罗斯做出的反应 对任何侵略者来说 都是绝对致命的 敌人将没有生存的机会 普京亮出核盾牌 美俄核较量再度升级 来丽萍来推送一个问题 好 接下来这个问题 今天是想向杜老师来请教的 我们来看一下 清干一糊的这个问题 普京重申俄动用核武前提 加速推出超级武器 在做什么样的打算 另外俄方称要撤回 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好 这个问题 我们请杜老师 移步大兵前结核动画 来做一个具体的分析 这个时间测试海燕呢 的确能够对美国的核盾牌 产生一个威慑效应 至少俄罗斯新的能力 在不断增加 美国老三位提 但是俄罗斯目前 这几个海燕的标准 让它的核能力有了性的提高 像双核组合 美国干过但没干成 60年代的明王星 并没有投入实战 而且关键是无限航程 可以在全球范围内 进行核打击 所以普京总统说 是全球巡航的巡航导弹 话说绕嘴 但能力很强势 这个航尸也非常长 再加上东方能力很强大 可以绕开所有的 弹道导弹防御体系 来进行各种打击 实际上美国也想保护自己 也不可能把自己 搞成基督上铁肤山 如果通过这种展示 就可以让它的漏洞 和短板逐渐暴露出来 另外俄罗斯准备撤回 之前对于核计次的批准 如果真的把以前的 这个实体核实验进行恢复 那么通过计算机 模拟核实验的各种缺点 可以得到高效弥补 另外核弹头小型化对外化 包括在不同平台上进行 各种武器装备携带的能力 将会进一步提高 也说明了 这个核子是俄罗斯目前的重点 通过核运载平台核弹头 全面发展 争取有提高的发展 目前对乌克兰的援助 好像美国正在进行花式军援 你像美国没有钱了 但是它可以压榨蒙国钱袋 让这些国家 通过援助乌克兰问题 把自己最后一块铜板捞出来 另外美国还想办法 去海上抢劫 你像伊朗 这个110万发弹 被抢走 拦走 之前据说 还拦截过朝鲜的火箭弹 最近又准备把 俄罗斯存在欧盟和美国的 3000亿转交给乌克兰 所以如果自己没有就抢 另外还有通过其他方式 比如设账 大概也是个方式 比如像日本 韩国 取得各种武器装备 总之这个援助 好像信用力率不足 下一步究竟还会向 哪个方法发展 我们还有关注 好 非常感谢杜老师的 分析点评 谢谢 联通云 安全数字云 数字化转型算力引擎 本节目由中国联通 独家特别呈现 还有点时间 还有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崔老师 目前国际组织说 北约五国飞行员 接受核武培训 这释放出什么信号 来给我们做一个解答 我们看到实际上 在欧冲突背景下 对欧洲来说 始终挥之不去的 就是这个核战争的风险 现在尽管西方 现在一再地把这个责任 推到俄方头上 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 现在真正采取 实质性步骤的 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不仅在北约范围内 现在在激烈地讨论 是不是要扩大 美国的核保不散 而且我们看到实际上 已经开始付出行动了 之前传出美国准备 把它的这个 有这个核特性能力的 这个战斗机 部署到英国 同时呢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要是不是要 架向所谓前沿部署 这个所谓前沿部署 接下来呢 就可能会对俄罗斯 造成直接的核安全的威胁 好 谢谢 下面进一段广告 好 欢迎回来 在这里要跟大家 做一个预告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 我们的中余记者 刘浩岳和苏晓辉老师 在下面的30分钟的时间里 继续在节目同名 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 抖音号及央视频 APP上进行直播 解答网友问题 分析本周的热点话题 期待着您来提问 是的 那么在新媒体直播当中呢 还会为大家带来 更多的有关于 早安中国 爱在中国 以及征集到的 我和一带一路的故事 等精彩内容 所以继续拿起手机 看直播吧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